好 我們回到產業界 我們剛剛談到 突嬰的獵殺 雙潤到底有沒有突嬰呢 現在遭到監視了 還有誰有突嬰呢 這是確認的 歐洲股市的話 突嬰可多了 特別是橋水 橋水在放空歐洲股市 偏偏歐洲股市 最近真的是禍不單行 超級瑪利歐請辭兩次之後 這次確定要走了 大家就說超級瑪利歐一走之後 歐元倒數計時 我們來看在今天歐洲的重點訊息 除了昨天晚上確定 相隔11年之後升息兩碼之外 在今天最大的重磅新聞是 超級瑪利歐 也就是義大利總理 德拉吉確定辭職了 那麼辭職之後 當然會有政治的風暴 還會有財經的風暴 比較擔心的是歐元 因為大家都說超級瑪利歐 跟歐元是綁在一塊的 所以朱老師怎麼看歐洲 確實 這個問題真的很大 基本上德拉吉他真的學經歷 就他整個人生的學經歷來說 放眼全世界的財經界 我真的贏過他 真的沒幾個全世界 好 那你看到 他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博士 而且是義大利的第一個人 拿到這個學位的 他想說麻省理工學院 不是理工科比較厲害嗎 那你就錯了 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系 我查了一下 出了1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你就知道這個有多厲害的一個學校 好 那他唸完博士之後 回到義大利 教書沒有多久 他就被找去做什麼 世界銀行的董事 好 那從此就在這些機構裡面 一路做做做做到現在 好 所以他整個這個 在這些財經界的 這些很重要的機構的 經歷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所以才會有去年 義大利各界找他來當總理 大家知道 德拉吉基本上他沒有黨派 可是如果對義大利政壇熟悉的 就是義大利的政治黨派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這幾十年來 幾乎沒有一個政黨 可以獨自執政 所以他們都是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出了這麼多人 居然還找一個沒有黨派的人 來當他們的總理 可想而知 大家當然是非常看好德拉吉 德拉吉他最大的貢獻 當然還是他在歐盟期間 歐元區的期間的一些作為 其中我們講幾個 第一個 他創了這個叫 OMT的這樣子一個策略 OMT他指的是什麼 我們就簡單的來說 我們是不是在說2020年 金融海嘯的時候 美國是做了一個無限量QE 大家以為說 美國是第一個做無限量QE的 事實上不是 其實是德拉吉 他在歐債期間做了這個OMT 叫做直建貨幣交易 白話來說就是 對於那些出問題的國家 歐洲央行無限量去買他們的公債 所以為什麼這個歐債問題 他能夠順利救起來 很關鍵就在這個政策 另外一個剛才也提到 歐元是不是這次就升息了 之前都是零利率 零利率基本上也是他首創的 當然你單一國家來說 其實有些國家其實也有在實施 可是都是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可是這麼徹底實施 負利率的 不是零利率 負利率的其實也都是他首創的 所以他有非常多 非常特別的作為 但是也看到成效了 更直接的就是 他現在當了義大利總理 他其實已經幫義大利爭取到歐盟 要金援2000億歐元給他 但是現在一走 這2000億還可以實現嗎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老師 你看歐元後續 歐元其實很關鍵的 大家都在擔心 會不會有歐債的事情再次發生 所以這一次大家都只注意到 歐洲央行升息 事實上他這次同時推了一個 叫TPI的政策 做什麼事情 白話來說 就是還是在持續買債 可是他現在買債的範圍更大了 不只是各國的政府 連各國的地方政府機構 以及私人企業 只要有問題的 我就進去買債 換句話說 歐洲央行已經防範到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一旦升息上去 你這些負債大的國家 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為什麼都看到 為什麼你看到這個喬水基金 全世界最大的對送基金 打理喔 看到了這個機會 所以他全力做空 你沒有看到 居然有對送基金 裡面有七成的部位都在放空 而且放空歐洲 而且放空什麼呢 你想得到基本上都放空了 從貨幣到利率到股票到債券到原物料 通通全面放空 而且到6月份最高的部位 以進而來算有95億歐元 但是他的戰果真的很好 光6月份 大家都知道6月份市場很爛吧 他6月份可以賺4%多 今年光上半年他可以賺32% 放開